我嗎 什麼是私人飛機 上次這邊我都不知道 我們這次因為大家都有看到 就今年的跨年夜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的空中飛人 居然有一組團體 坐了三趟飛機 所以公司幫他 租了一台私人飛機 就為了飛這三趟 沒錯 到底是誰呢 超紅的 我看了都會心動的twice 我們來看一下 TWICE穿著黑色系的熱褲皮衣 緊隔由熱舞把Signal 改編成Remix版本 還挑戰快速換裝 當耶誕天使送禮物給台下粉絲 TWICE受邀韓國電視台 KBS舉辦的歌謠大戰 但這天早上 她們在日本進行NHK 紅白歌合站的個別彩排 一天內來回日本韓國兩地 JP公司特地為她們租一台專機 9個小女生開心在機艙內拍照 畢竟從28號到31號為止 她們必須要靠這台專機 來回韓國日本三趟 28號晚上先飛去日本 準備在29號進行紅白的彩排 下午再飛回韓國參加電視台演唱會 30號又要飛到日本 參加紅白的集體彩排 為了不放棄日韓兩地的市場 於是行程排得滿滿滿 除了TWICE之外 當紅團體也幾乎都出席了 韓國電視台的演唱會 MING PAO CANADA 三少年團甚至請Live Band表演 簡直把演唱會搬到舞台上 2017年最夯的三個男團 用心打造年末舞台 要讓觀眾看見 他們這一年來的亮眼成績 地獄隊新聞羅斯鵬洋 請正好報道